本片为直播教学转图文版 详细说明请至直播分类观看 大家好 今天9月25日 这里是埃及投资客日记直播的频道 今天讲的主题是不动产 集中管理 减少作战半径 那以往呢 讲这个主题的目的是 让你知道目前的状况啊 目前的状况就是不动产 普遍都上涨了嘛 那在上涨的情况之下呢 你就可以锁定固定的区域 以前不动产上涨的时候 它有分先后顺序 有些地区 比如说市区比较快涨 我们卖掉之后就去买郊区 是跨县市买 跨区免囤房税 南北向移动 一省安安爱清免礼 那甚至是南北向移动 那我们在出租的时候 你要伪当地的仲介公司 开车都要三个小时起 就是从南部开车 到北部去处理出租的事情 或者是从北部开 三四个小时的车到南部 去处理出租的事情 其实我们都是南北跑的一个状态 因为现在房价该涨的也涨了 涨到目前就是停滞的状态 已经停滞的状态了 那怎么办呢 继续买 如果你还想要买房出租的话 那你就锁定同一个区域 假设你是高雄市 你就锁定高雄市 你是新竹市 你就锁定新竹市 我通通都要 不管你哪个县市 除了台北市以外 投报率中古屋的部分 还是可以找到5%以上的 那就把它集中在 尽量集中在同一个市区 比如说 这一栋大楼 有很多的套房比较便宜的 就是这样子 就是比较好管理 就可以减少你的作战半径 这样子出租的时候 也会比较方便 因为房价都高涨 投资报酬率都下降 那你找的时候 尽量找集中的方式 减少你移动的时间 以前是没有办法 现在是全台湾都涨完了 价格就定在那 接下来 你就是锁定一个区域吗 这一区域找找找找 锁定移动大楼 或者是锁定一片社区 去买买了出租 就这么简单 减少你移动的作战半径 省时间 这样你才有时间 去学习别的投资项目 因为不动产 没有永远上涨的 但是租金 可以收很久没有错啦 所以我们还是以收租为主 然后尽量不要交易 因为你怎么交易 政府很喜欢跟你对半抽 这种事情怎么可以发生呢 是不是哦 我们是邪恶的投资客 当然是给他买个100间 基本量租租租租租租租到下辈子去嘛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出租有没有税 税很低 尤其是我都建议大家当公益出租人 就是那个社会住宅有没有 直接给他报税了 为什么 因为每年有一万元可以修你的中古屋 每年都可以 那个门窗啊 不小心坏掉了 那个储具不小心坏掉了 那个防水顶楼防水 要重做了 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墙壁都有臂癌了 要重新粉刷 好多东西定时年年坏 通通可以从这一万元里面来去处理 你这样听懂意思吗 而且公益出租人的税率比较低 这样你有懂意思了吗 就是这样子 所以公益出租人赞 要不要管理费不用 因为政府补贴的 政府贴的 贴租客钱 还要贴给租赁公司钱 你屋主想租两万 你就是实收两万 税率上接近你自住 然后每年还给你一万元啊 多么的好 而且又有报税 也不怕被抓 所以我们就是公开的 鼓励大家去做公益出租人 帮助弱势 是不是听起来多好听啊 当然其实是帮助我自己 但是要讲一个好听的名字吗 是不是 今天的主题是讲作战半径 尽量缩小你的作战半径 就是你要取精兵政策了 大范围的战场已经结束了 集中在小范围 那要买哪里 我买哪里 会员频道告诉你 晋级的投资客 应该会落在第二集以后 晚一点要录这个 第二集就是 我们的债券会怎么操作 房屋南北 我是配置什么东西 会员频道 晋级的投资客 哈哈 你很快就知道 会员频道的价值 就是给你方向 那免费版的频道 就是给你工具 所以我给你的工具 就是集中 真正厉害的是 晋级的投资客 会员版 就是这样子 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看 今年就播到这 我直接公开 我买哪里 只有在会员版 可以这样讲 好不好 付费就告诉你 我买哪里 集中在哪里 为什么买这里 很可怜 只能告诉会员 直接这些情报 情报是很珍贵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情报 不是理论 是我的实战 而且我其实也不太想公开 因为公开了会有竞争对手吗 竞争对手的时候 价格可能就会抢不到 会变成你来跟我抢 不过没关系 有付钱的会员频道 不怕你抢啊 好不好 就是这样子 拜拜 本片为直播教学转图文版 详细说明 请至直播分类观看